花蓮市中山市场自治委员会 感谢消费者支持 举办了感恩回馈活动 现场有免费意见 还有市场名摊提供免费的餐饮 市长蔚家贤表示 施工所在去年完成中山市场耐震补偿工程 为消费者和摊商带来安全的购物环境 而今年也会举办各个市场自治会线外观摩 希望可以吸取其他公有市场的经营模式 作为花蓮市要推广传统市场优质经营的参考 花蓮市中山市场感恩回馈活动19号下午举行 由原住民舞蹈团以热情歌舞为活动来开场 市长蔚家贤也特别到场支持市场自治会举办的各项活动 那今天我们除了有一些表演节目之外 那特别谢谢我们中山市场陈主任委员 号召了非常多的好朋友 那不论是意见也好或者是美食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感恩回馈的一个行动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花蓮每一个市场都能够自发性的来办理相关的活动 当然我们花蓮市公所也会全力的支持 在今年我们也会带一些我们摊商的老板老板娘 一起去外线市去看一下别的市场的 如何先进的市场 那人家的摊位如何可以做到 跟我们不太一样 那我们希望能够去学习一些新的经验 让我们市场能够越来越好 那在中山市场 我们也在去年度完成了整个耐震鼓墙 其实可以让它更安全更安心 感恩回馈活动除了有歌舞表演 还有免费易检和免费的餐饮 市长温家贤颁发感谢壮给提供易检服务的吴金莲女士 也和参与活动的贵宾到提供餐饮的摊位 感谢摊商配合活动的热情 中山市场自治会主委陈宗玉 感谢市长还有贵宾的丽玲 他表示会和自治会成员来讨论 未来定期举办类似活动 希望消费者可以持续来支持中山市场 谢了会欢迎市报道